股票一定要有人做 没有人做的股票不会涨 到底是哪一些股票是有人做 有人在重压的呢 什么是标股 看我节目就知道 什么是预约涨停人生 看我的节目就知道 全国的观众 全国的投资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决战筹码 你好 我是谢宜文 今天小跌将近60点 成交量将近4000亿 在这个不到4000亿的量 这个大盘要推升 其实也不是难事 可是就量说来讲 本来就是要做一些回档 要不然你就会产生了 所谓的高档小背离 所以今天量价配合的 应该还算不错 事实上在里面的操作重点 你会发现台积电 没有像上个礼拜的 这么样大名大方了 那事实上把指数空间 把成交量让出来 那对于其他股票来讲 也非一个坏事 那我把它称为 在此时高档的类股轮动 所以多头的延伸会到什么时候呢 还不知道 可是你看到 公布到2月份的营收 虽然2月份的营收 公布的营收 这个不尽理想 那当然也跟这个工作天数有关系 可是有一些股票 有一些公司 仍然是交出一些很亮丽的 所谓的财报 比如说3583的星云 哇这个2月份营收 天数这么少 但是怎么样 可以公布 公司成立以来的历史新高 那股价表现还不错 可是重点是 我们在之前做什么分析 我们说 类似像这样的公司 很有可能会做一些 所谓的营收地盐 这个营收地盐要怎么去看 就财报来讲 你要去看营收账款 比如说去年到前三季累积的 大概100多亿 第四季还没有公布 可是你发现 怎么 怎么来到今年第一季 2月份的营收突然这么爆 就是把之前该收的钱 慢慢在怎么样 慢慢在对公司来讲 慢慢在做一些入账 并不是它的出货量增加 并不是它的出货量增加 而是怎么样 把之前的营收账款收回来 所以你会发现 刚好又发生在2月份 所以你会发现 哇这个营收怎么表现这么好 类似遇到这样的情形 就不要去做追价 为什么 它只是把之前所赚的钱 收回来归纳到营收里面 遇到这种情形 就不要去做追价 那你真的要买的是买什么 能够在2月份 这个这么少的 极少数的天数当中 你会发现 因为去年过年是1月份 今年的过年是2月份 2月份的营收日子 营业的日子这么少 竟然还能够年增 甚至于比1月份还要月增 什么概念呢 去年的天数 比今年的2月还要来得多 可是我的营收却超过去年2月份 这个叫年增 什么概念呢 今年的2月是过年 营业的日子比较少 我既然还能够赢过 1月的营收 这一种公司 才是值得你要去注意跟追踪的 那我想 我讲完这一档股票 应该大家都知道 这个就是3231的伪创 那伪创不是我们今天讲 当然也不是说只有上礼拜五讲 上礼拜五我们是直接跟各位讲说 要做买进了 我们也买了 技嘉我们也买进了 我们也买了 对不对 那这种股票不是说讲一天讲两天 它是要长期讲 长期去做追踪 长期去做观察 可能在股价上面呢 你要做来回的运用 我们上一次的卖点在于哪里 来各位 新春开红盘 新春开红盘在哪一天 这一天 全国的会员帮我做见证 或者是你看我的节目 我这连续讲连续讲 也就是说 类似到这种走大基本面 大题材大产业面的股票来讲 你可不可以诊断做多 你可不可以诊断操作 你可不可以死报活报 可以 可是各位 你的效率一定是不如怎么样 高档把档出掉 拉回修正再买 你的效率一定不如像我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自己要做AI做伪创 你要做广达 你要做技嘉 当然可以 沿路报也可以 报到产业面结束 报到报大量 报到市场上人手怎么样 都有AI的部分的所谓的3C产品 OK没有问题 可是各位 真的有效率的操作 一定是一段一段做 就筹码面一段一段的做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各位 当然说伪创间表现涨4% 也还算不错啦 但是真的有点可惜啦 为什么可惜呢 这本来是要攻涨停的啦 那又被一些短线客 把把把把把的拉下来 那这个量又大 为什么 营收功夫不错嘛 大家就把它当作是 所谓的这个 这个当冲或者是隔日冲的标的 有点可惜啦 如果短线客能够更分散在其他股票上面 focus在其他股票上面 不要去focus在这个伪创 我相信他今天应该能够涨停板啦 所以各位 为什么去买伪创 上礼拜也跟各位解释 还没有出红棒喔 但是他 他已经 他已经介于所谓的零界值了 他就是快要变红棒 快要变红棒 我们上礼拜怎么讲 我们要买 不只学会不值得买一次 要即将变红的时候买 变红的时候买 有出加码的时候再加码 我们至少我们设定啦 我们设定伪创像类似像这样的股票 我们至少要买三次 好问题来了 以现在来看伪创有没有危险 我们互相做一个比较来看好了 来 这个叫台积电 台积电法的有没有买 一定买 ETF有没有买 一定买 外资会不会买 一定买 大致上都是站在买方 那有做卖的话 他大概只是做一些所谓的部分的调节 大致上整体现在都是在怎么样 都是在站在买方 可是各位 台积电在这个位阶 现在去买它 我们上礼拜也跟各位算了嘛 我们说他今年比如说赚40块到45块 我们把他高估在45块 那本益比20倍的话 或者是你给他高一点的耿率比 大概至少可以到900块 以现在这个价位到上个礼拜来讲 796只差100块 不是说他不能赚钱 不是说他不会赚钱 可是你相对你买在800 你的目标价在900你相对有点高了啦 大概只剩一层多一点而已 一层多一点 不只是你这么想 不只是我算给你 你法人大致上也是这么估嘛 所以各位买的力量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小 当然是越来越小 那上涨的速度越来越慢 不是坏事哦 对大家来讲不是坏事哦 可是各位 什么叫做效率 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花最少的钱 获取最大的利润 好像买台积电 不符合效率这两个字 好那你现在回头来看 3231的伪创是不是在高档 想实话他也在高档 他怎么不高 所以AI的股票都涨过一大波段 对不对 之前大家回来修正 来这一波涨上来之后 新春开好盘之后 建高点 这一波台积电没有什么修正哦 可是你看到伪创已经做了大部分的修正 将近是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所以各位就台积电跟伪创来讲 就我的想法啦 我会选择买伪创 好老师啊 我想跟ETF一样那样的买法 如果你够有钱的话 可以没问题 台积电买少一点 伪创买多一点 大涨的股票没有经过修正整理拉回 买少一点 对不对 那大涨过的股票有经过修正整理拉回 你的配重你的比例配多一点 各位不是说说而已 今天涨停满的股票 我也请各位持有就好 不要再去买或者再去加码 为什么 真的来到高点了吗 而且没有修正 对不对 不是说只有讲讲而已 就算它是涨停满的股票 我也这么跟各位讲 就算它是涨停满的股票 我也这么跟各位讲 三零一七的齐虹 这里修正过一段时间 补涨上去 可是各位 就整体来看 修正的时间少 回档的幅度少 应该说小 回档的幅度小 跟台积电也差不多是在高位阶 就算它处在强势 没有经过适当的合理跟修正 没有经过长时间 或者是短时间的 拉回修正正当 我都认为 不要去做任意的追加 懂我的意思吗 反而你回头来看 来各位 这个有没有修正 这个大致上 新春开红盘建高之后 就没有了 就跟怎么样 就跟伪创之后 其他的都是在混时间打底 这个有没有经过修正 以形态来讲 至少都会比台积电 比双红比齐虹 还要来的完整 对不对 不是说齐虹双红台积电 不会涨 不是 上涨的速度 因为它没有经过 适当的修正而变慢 可是各位 如果都是AI的股票 提材性够 未来的营收成长够 未来的产品 公司的产品 这个出货量订单够 相同的AI的股票 比较之下 我的配置比重 一定是比较多在于 中间已经经过修正整理的 或许未来的走法 这个广达涨得比较快 技嘉总长得比较快 伪创长得比较快 反而是双红 反而是齐虹 进入了所谓的高档整理 或者是高档震荡 或许未来的走法是这样 可是各位 当那些所谓的伺服器的股票 抱歉 当那些所谓的伟达 伟创 广达 技嘉 开始出现休息之后 说不定又来到了什么 又来到了技嘉 旭工旭长 又来到了所谓的 刚刚所讲的旗虹旭长 双红旭长 这样子的轮替 这样子的互动绝对是好事 可是各位强调一点 资金配重的部分 一定是买债 修正形态 修正价格 或者是来回震荡 有整理过一段时间之后 为什么 让筹码不要持续的过了 好吗 比重的配置一定是这样 你可以都拥有没有问题 可是各位就我来讲 就我的买法 就我的配置来讲 它大致上就是这样 那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股票 我们先来看 决蛋筹码好了 好 我们先来把这些股票看完 来各位 3324的双红 续报有没有问题 324的双红 续报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一路上来没有任何的滤棒 所以我刚给各位的建议是什么 你持有就好了 你不要再加码 或者是你现在有新单 新单 你不要再做 持续的追价跟买进 你把钱移到我刚刚所讲的 这个广达 技嘉 甚至于是伪创上面 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可是各位 续报有没有问题 双红续报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他何时会回档 何时会修正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可是各位 直到他绿棒出现为止 停损掉 抱歉 停利掉 或者是把它卖出 那个时候遇到的这件事 再做也来得及 其用也是如此 出现绿棒之后 射停利 没达到持续往上攻 今天再出绿棒怎么样 再把停利点拉高 这个停利点你要怎么设 你一定要设在前次的 最大成交量区 大致上就在怎么样 500块附近 你可以抓 你可以抓 你可以抓一个点 你可以抓上线的点 你可以抓宽一点的话 你可以抓下线的点 懂我的意思吗 毕竟都是获利单 好不好 毕竟都是获利单 可是各位其用 现在在这个位置 我会建议你抓上线单 为什么 我们刚刚讲了 本来就应该要出现修正了 该修正不修正 说不定回档的幅度会很大 如果回档的幅度大 上下的停损点都达到 那与其如此 你不如设上线的停损点 停利点 抱歉 停利点 大概是在550附近 给各位一个很中肯 很中肯的建议 会长的股票 等筹码出现的买点 你再回来买 都来得及都没有关系 你今年你不用去看 什么AI的营收怎么样 我跟你讲一定都会很好 这不是今天所讲 这是去年所讲的 早一点在今年第一季 营收爆出来像 极壳的股票 像散热的股票 晚一点的像 跟伺服器有关的 跟机面比较有相关的 或者是一些比较周边的 一些所谓的AI的 相部分的所谓的供应链 你大概到今年第二季 就会出来 包含什么AIPC 包含宏记 包含人保 包含应业打 包含广达 你最晚都会在 那个时候出来 所以各位 你不用去担心营收的问题 你只要去担心什么 技术面 或者是筹码面上面的转折 或者是买卖点 OK 好吗 还是给各位一下 这个精神喊话一下 AI的股票一定 一定是市场上的主流 不是说中小型股票不做 你要把大部分的心思放在那里 那当然很多人说 老师我没有办法一心热用 你手边要有个工具 有个方法 你当然是会比较好找股票 你随时都可以怎么样 都注意到 都看得到 有出现了什么样的改变跟变化 要不然说实在的 做股票很辛苦很累 一千多档股票 将近两千档股票 老师啊 你满天赚金链 去的都没我的分 你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如果你把范围缩小 各位AI的范围也不小了 对不对 有时候要注意一下 这个手机的概念股 有时候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折叠手机 照例今天也涨停 富士达 新日新 有时候要注意一下 网通的股票 像今天又是低轨卫星又很好 有时候要注意什么重电的股票 520就职大点有没有影响 所以各位 手边还是要有个方法 或者是工具 如果你没有 你就找一个好的分析师 找了一个好的顾问 来帮你去筛选股票 买卖一点 要有逻辑 要有数据 要很清楚 很清楚的依据给大家看 去做买卖的筛选事 这个标准一定要出来 你不要去找天天涨停满的 天天都跟你说大赚的 那个 那个你参加去一定都失望 这个我敢跟各位保证 你参加那种都一定都让你失望 每天讲大话的对不对 每天在哪里赛 每天骂人家猪脑袋的 那个有什么意义 那个就把它当综艺节目看嘛 我是说实话啦 那你不一定要找我 说一定你觉得说 老师 谁这些讲得很好 我觉得他很专业 那也OK 那也没有问题 反正你就不要找那种 每天都是 每天都是那种涨停满乱七八糟的 股票的就好了啦 很多股票可以拿出来 讲拿出来讨论 可是各位 有些股票你不要做 碰都不要碰 有些量很小的 你去碰它干嘛 对不对 来各位 今天低桂位新豪又怎么样 华通的带上 因为华通题材最丰富的PCB就他嘛 再来就是谁 再来就是要华 要华这张股票 我们也追踪了很久 我们追踪的目的在于什么 它真的是在低档出现过 很多的买点 一开始它是被华通带喔 一开始它就被华通带 来我给各位看一下好了 一开始是华通先涨喔 来我们照轰天雷 一开始是轰天 一开始是华通先涨喔 那是要华被带上来 可是要华怎么样 那个时候有没有大涨 还没有大涨 它仅仅只有出买点而已 那这个波段就变成是 要华带华通 现在今天又轮到怎么样 华通带要华 因为今天华通比要华要强势嘛 可是各位真的真的 买低位接的 应该是要买要华啦 为什么 你看它这个整个结构性的完整 整个买点出现的完整 量价巨洋出家嘛 拉回修正支持 低量债工 我认为啦 真的华通跟 当然你说要华它的营收啊 它的EPS比不上华通嘛 对不对 可是你可以看一个股价额几块 一个八几块 这个就有相对性的差异性出来了嘛 那以CP值来讲 我认为还是要华 比华通还要来得好 好不好 虽然题材性没有比华通还要来得丰富 可是各位 就价格上面的CP值跟所谓的这个筹码上面的 所谓的出现的这个买点的次数 我会认为要华会比华通还要来得好 持续跟各位做追踪 还有一档股票今天还蛮特殊的 很多人问我 老师你为什么 为什么讲这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就会上去 包含我们的LINE的后端 在这个节目之后 我们要传这个 持股追踪给大家的时候 老师你为什么会追踪这档股票 我讲给各位听 尤其今天我还一定要追踪 来各位 8040的九阳你可以看到 连续涨停板之后今天拉回 可是各位今天拉回是出加码 好我这个一定要讲给各位听 很少有软体 各位很少有软体拉回之后 有出现加码的 很难啦 很难啦 那前面上个礼拜两天很强势 今天拉回爆出的大量 是大概上个礼拜的四倍量 也就是说 今天早盘下车的人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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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多 来给各位看 今天早盘下车的人 非常非常的多 来你看 相对都卖在低档嘛 那如果你看到这种情形 你在里面有工具 没有方法支持 你用分价表来告诉你自己说 他能够开盘弱势之后 一堆人卖出来 没有持续的弱势 持续往上攻不见低点 那代表的是什么 洗盘换手成功 洗盘换手成功 如果你看不懂没有关系 谢老师会告诉各位 我今天在早上盘中的解盘 我也是跟各位讲 既然拉回是出现了加码点 什么意思呢 我们讲白话文就是说 在他上个礼拜强势之后 今天开出一个弱势盘 但是出现加码点 这个加码点出现的意义是什么 是散户在卖它 可是做这一档股票的大人 持续在收集筹码 好我们再讲白话文一点 我们讲我们的术语来讲 也就是说这一档股票 因为开低 因为这个开低 而让筹码更集中在某几个人上面 所以上涨的机会大不大 上涨的机会大不大 你就价量关系来比较来 各位 今天已经创了平台高 近期的高点 对不对 可是它的量能 却比起涨之时还要来得小 所以各位 在这一波去买它的人 去跟单的人 在这一波被洗下车 不敢说全部 但是至少大部分的人被洗下车 所以这一根上涨 我不只有看到这一根 往后还会有更高 更漂亮的点位 更高的价位 那当然这是就价量关系 重码关系来做预判 很多人问我们这一段 我们在电视上就直接解释了 好下个阶段回来 下个阶段回来 再更精彩的要介绍 明天的标股给各位 所以各位 不要转台 先加入谢一文谢老师的LINE 每天早上都有强势的热门股 可以参考 可以追踪 好在广告时间 先加入谢一文谢老师的LINE 我们等下回来 我们等下回来 第三保证 明天才是最重要的重点 明天永远都是重点 今天就已经过去了 明天要做什么股票 有什么强势股又形成的那种结构很完整 筹码形态出现得很完整 甚至于底部5K之内 出现了多次的买点及加码讯号 但是它的股价离主力成本不远 来吧 一档一档看 来各位 这够不够集中 老师啊 这 拉回来已有加码点 涨上去已有加码点 这个股票就是一定会起源 这没起源就奇怪了 对不对 这个是稍微有一点 小脱离成本了 我建议你就看戏就好 看我们怎么表演就好了 好不好 那真的要买的 来来来 真的要买的买这种 不是进这边 是进这边哦 这个买点已经形成完整的一个 一个群聚落在这边了 那也带量突破出加码 又遇到怎么样 拉回修正横向整理 又再一次的带量突破平台高 又出现加码 这都开始嘛 离成本没有很远嘛 来镜头不用动 镜头不用动 这个才出现第一根突破带量 会不会有第二根第三根 这个就是真的标准的起涨吗 所以明天还有拉回嘛 对不对 做短做长都可以 为什么它长期出现在低点底部嘛 这个公布营收創新高 还没有公布之前 那钱不要给它买一下 刚出现买点 所以各位 为明天做准备 这是我们一支都在做的事情 如果你想要得到这样的资讯 麻烦你加入 歇文献老师的赖 如果你看我节目够久了 老师我决定了 AI的股票我也要跟 中小型的股票我也要跟 那麻烦你 直接打电话来我们公司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